小胖小胖小胖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爬富士山啦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既然網路上都有富士山影片 但為什麼還會想要自己來富士山呢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影片相機拍不出來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呢我們又來到了富士山啦 去年的影片我好像沒有拍這個 不過現在各位仔細看喔 今天是8月9號 非常巧的 去年也是8月9號這個時間來爬富士山 可是呢我們比去年早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來這邊 也就是說呢我在整整365天之內爬了兩次的富士山 這次的行程還有一個還沒出門就已經把Gopo弄丟的眉國 那在這麼短的時間呢又來爬一次富士山 是因為今年是令和元年 然後又是剛好在開山前就改年號 戰之前的平成也是啦 不過1989年那時候我也沒辦法來爬富士山嘛 所以呢這次在蓋那個金剛杖的章上面呢 會有令和元年的字樣 有幾家他會寫年號啦 像去年就寫平成30年 那今年就會有一個令和元年 我徹底來蒐集這一個的 那這次的裝備一樣很驚人的是一大包 不過已經少了一些東西了啦 因為另外一件東西在那邊 沒辦法幫我背了一個腳架跟兩顆電池 感謝他讚 那這次我們一樣是住在第二高的 那叫什麼名字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盡量的早點開始爬 最好現在就出發了 不然像去年爬的那樣子的話 會很晚才到 這次我們有稍微準備一下 看我精美的登山鞋 這次我穿了一個比較舒服的鞋子 可能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昨天的天氣預報說大概9點的時候要開始下大爆雷霓 那剛才我看預報已經變成下午2點開始下了 可是現在這種雲霧的感覺有點不太樂觀 所以我們趕快出發吧 能盡量爬高一點爬高一點 我們到七和木的花橋屋 我其實還蠻累的 我真的昨天不該等你去逛什麼秋葉園 什麼病 什麼病 那我要去繞我的那個棍子了 這次我買的是這麼短的 40公分把 那米伯菜已經繞好了 令和約年是新的 它好像去年只有這個下面這個而已 不動冥王 然後我把銀河的把它弄在後面 那怎麼可以這樣弄在後面 我剛剛講的啊 因為這一根就算全部弄完應該也不夠所有的長 所以有些一定要這樣正反面性弄 出門前不應該去剪瀏海的 現在那個背包都會露出來 好我們繼續出發 這個是上面一點點的日出之館的烙印 跟去年一樣沒什麼變化 不過沒關係我就差一路把它印上去 而且啊而且啊 這個店員還記得我 去年我來過一次然後 他沒有找我索照 他剛才拿到手機給我看 他沒有換手機 他照片還在裡面 好那我繼續往上面再繼續走 這次七顆目的頭眉館 因為我每個都會這樣子 就跟人家講一下 我烙印囉 這還是會花比較多時間 這個是千元館的烙印 它一樣是安展自整個上面 變成了令和元年2019 收集一下 千元館賣的東西比較不行的 所以我們現在吃也是 中山下買上來的東西 好因為中間如果每個都要提下來 拍一下的話 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現在進度已經有點 滿很多 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這樣子可能到上面都已經7點了 不過還是不太是這樣 還是我們還是盡量快一點好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富士儀館的 它有令和元年 讚 然後鳥居館的就只有8個2019而已 然後東洋館的 東洋館也是2019 好那再繼續 現在好像是什麼 是菜脂館嗎 忘記了 唉繼續走吧 看地上濕濕的 我們正要從東洋館這裡繼續走 時候就開始下雨了 可是它雨已經變小了 應該很快就會停了 可是地上可能會變溪 等一下可能要小心一點 溪一點 要慢慢走 靠我已經很慢了 還慢慢走 這一段超恐怖的 還沒看到淨土 下個太子館 感覺它在 翻過這個山嗎 我們現在到了 這個 洪萊館了 我印象中去年到這邊的時候已經晚上7點了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說我在哪裡 但是我說前面有一段天堂路走很久 所以我猜應該是前面 因為我剛才那段也是真的是天堂路 不過這走很快快很多了 發現真的有段年有差 有登山障有差 有一個不會滑的鞋子真的有差 剛才走起來 我覺得有階梯那種感覺的路啊 比那種殺死地還好走 一蹬就起來了 不用在那殺死地還要在那邊暫緩腳步 不過現在也合理我玩下去5點了 我估計今天大概就是8點左右 可以到 那我們就繼續上去 希望 希望不會下雨 差不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白天的洪萊館 我們到了今天晚上住的 這個阪八荷物的洪萊館啊 就是比去年大概早了3個小時到 雖然我們是提早2個小時出發啦 不過現在算一算也是比去年快的一個小時 現在是正常的吃飯時間 可是現在就是 產品都是有點超多的 而且老實說超吵的 太晚了 雖然比較安靜 但是 會很累啦 現在這樣怎麼吃完的話 大概還可以再休息一個 4個小時 所以 還是早點的比較好 對 剛才我去點了一個 煮那一站喔 店員居然記得我耶 他說 你是不是新年有來過 然後去點一個煮那一站的 對啊就是我 我喜歡吃煮那一站 你要啤酒嗎 可以 開始 沒有不行啦 剛才店員問了要不要啤酒 我剛才就說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應該是喝可樂就好 都吃完了 幹我到底沒吃 快吃快吃 再喝一杯烘豆湯再去睡覺 在從寒冷的地方就是要喝甜啦 現在一點整我們準備要出發去宮頂了 因為其實原本的預計是遠半要走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現在幾年就是很正常的人力比較多 還是算是剛好有運氣 然後跟我們同一間的其他人力 沒有像自己是那麼胖 所以現在有點不想睡了 所以我們決定現在就先出發了 因為畢竟人力也比較多 怕到時候通常會塞車 那一樣就是拿了一個便當啦 一個鮭魚的炊飯便當 裡面有一塊鮭魚 然後下面點點在炊飯 一個梅子 單捲跟一個 黃瓜醬菜 好那我們就一樣把跟之前一樣當然去吃 也不知道會不會吃 我們先出發吧 那上上的山路這樣子 已經有一條蜿蜿的頭燈追舞了 可是現在目前這樣看起來 跟去年還差不多 不知道是因為在都還沒起草還怎麼樣 我們還是趕快早點走吧 不然可能 那時候真的我也被拖到就 讓被我們真的早起床好多時間啦 GOGOGO 我們到餐點啦 快兩個小時啦 雖然今天人很多 可是實際上那種有點對待的團 他們中間會休息 所以有時候一口氣都突然拉一堆人走 然後前面就會空起來 所以其實順著他那個速度慢慢走 兩點左右出門都還算來得及 今天在吃吃那個便當 剛才爬得好餓喔 唉呀慢慢等 等死了 是 那麼 有庚慶 фот 今天也如願的看到日出啦 從一開始一直覺得好像會下大雷雨 到現在都還沒下 雖然東京有稍微下了幾分鐘 但是沒有影響到很大 而且早上天氣蠻好的 不過風比較小 所以這次沒有拍出那種 雲海在那邊變換的感覺 但是這次的日出跟上一次看到的 也是完全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既然網路上都有像我這樣子 會幫各位拍出富士山日出的影片的人 那為什麼還會想要自己來富士山呢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影片相機拍不出來的 就到今天日出來說 在太陽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那個天空那是彩霞的顏色 你有看過紅色橘色黃色的天空 但是你沒看過綠色的天空吧 那就是紅層黃綠藍 這樣彩虹那樣色列上去 在藍色的天空跟黃色的那個中間 有一條綠色的 我一直試著相機都很難拍得出那個顏色 可是實際上在現場 我真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真的很漂亮 好啦那現在 我應該先去弄個珠印 然後可能看去一下上面那個最高峰 今天峰其實蠻小的 應該是可以飛空白吉 但是現在這裡沒有那種可以降落的地方 沒有可以起飛降落的地方 所以可能不太方便 那見峰真的有夠遠了 從我們剛才那裡走過來 我覺得我們要走一個半圈 還沒到 不過這裡很好玩就是 讓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 其中一邊 現在這個時間高可以看到 富士山的椅子 就很明顯的一個山形 咻 這還是要形容 所以這就是見峰的位置喔 這個最高的點 剛才我空白吉飛一飛要 準備要下來的時候 有工作人員來跟我說 所以不能飛空白吉 因為危險怕砸到人 不過我已經拍完了啦 那他說如果再飛的話 就要沒手了 所以我就不飛了 那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有想到那邊 飛空白吉的話 就不要帶來了 那我已經拍到的影片 我還是會放上來給各位看一下 畢竟都拍了 那他有沒有說到很強烈的禁止 所以應該放一個影片還OK啦 就要不及過了 那邊就不及了 走到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啦 那我們繼續去那個劍峰吧 我們終於走到這個劍峰 最高峰了 我們就拍個照就好 我們家裡幫我美博拍 我拍啊 我拍啊 這時候我不錄影 拍完了 這個美博手機 還不錯啦除了逆光之外都還不錯 不對啊 這更高欸 這就更高 他就是不給你拍 這不是拿來拍照用的欸 好 我們繞一圈終於回來我們上山看的 是不是這裡了 這樣要下山了 這樣繞一圈大概花了兩個小時 快三個小時 因為其實在這火山口繞一圈啊 它有上坡有下坡 它消耗體力的程度 不是單純的就是往上坡走而已 很累 非常累 好 我們要下山了 看不懂 又是這個要無限循環的下山路啦 剛才還沒有那麼多霧的時候還可以看到 下面 蠻下面的就是這裡 再過去還有一條路 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好不好已經開始霧了 好的 終於回來了 我就說過來來五盒墓了 我知道有人裡面看到這裡一定會想吐槽 我說小胖你之前不是說過 這應該叫做五盒墓 不是五盒墓嗎 廢話 你們又沒有想把你們錯誤的說法改掉 我叫五盒墓的話你們聽得懂嗎 好 不管怎麼樣了 這是因為我們比較晚下山 晚了兩個小時 然後加上我下山的時候呢 又是踢到腳 然後又是踩到石頭 扭到腳 然後中間也都行蠻多次的 還停下來等一個道館 行斷的道門 那最後在下山花費的時間 那邊上一次比起來 沒有少多少 就一點點而已 那表示還是有快一點點來 站還沒受傷之前 所以是有點快一點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先去 搭公車 應該從那邊搭吧 然後到 匯普武車站 把我們放在那個置物櫃的事情 拿出來之後呢 再坐車回信書囉 好 那在結束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提醒各位一件事 如果你們是有人想要在最後這半個月 去富士山收集 令和元年的這個烙印章 要注意的就是 不是每一家山巫 都有 令和元年的樣式的 他們通常都會展示出來 那圖案都會掛在外面 我覺得有再買就好了 那些其他的其實都是跟舊的一樣 我覺得2019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個人吧 雖然有人說 旅程就是要留一點遺憾 這樣子才會去第二次 但是我 鄭重的 警告各位 絕對不要再去富士山的行程中 留下任何遺憾 可以的話把所有想做的事 想買的東西 全部都一口氣就結束了 不要再去第二次了 真的會死人的 我一直以為我去過一次的時候呢 第二次應該就是得心一手吧 沒有 還是很痛苦 我覺得我大概十年之間不會再去富士山了 如果有人贊助的話除外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唷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下面記得幫我點喜歡 想看更多影片 想要看更多這次 我不知道還會拍的 日本行程的影片 那就訂閱頻道 每週二個晚上期 45分三個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唷 掰掰